我问一下你们这个酒店是隔离酒店吗 对啊 干嘛呢 啊 干什么东西呢 我看一下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盛进阳修啊 现在我来到的是 这个什么路 我看一下啊 仁明唐路 华夏东路 这边呢就是三甲港 然后三甲港这边呢是一个旅游度假圣地 那么我今天到这里呢 看看这里热闹不热闹 好吧 然后为什么这里说它是一个旅游度假圣地呢 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 稍微讲一下 因为一般性到这里来的人啊 都是往这边走 这边走那边呢有一个博瑞酒店 反正价格是一千多块钱的 然后还有一个度假村 有一个度假村 所以说到这边的人啊 都会住在这里啊 上海是九段沙失地国家及自然保护区 这个地方好像暂时不开放的啊 那就是前面就是前面就是一个博瑞酒店 这酒店我也没住过 我索性先看一下那边啊 我索性先先看一下那边啊 我索性先先看一下那边啊 他旁边玩这种这种亲自游乐项目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但是这种快乐我暂时体会不到啊 有家庭的 有家庭的有小孩的可以到这边来看看 到这边来玩玩 三甲港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靠近迪士尼 还有这个福润罗萨这个小镇啊 对吧 这个小镇都是买东西的 再加上它临近海边啊 它地理位置还是挺好的 但是就我的感觉这里啊 好像就是 人气不是很足啊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可能是这个口罩的原因啊 对吧 到这边来玩的人呢 不多啊 好吧 那么我现在还是回到 我刚刚和你们这个录视频的这个地方 好吧 等一下见啊 有网友说呢 就是说这里的一些这个小酒店啊 那个刚刚那个博瑞酒店不算 这里的一些小酒店 现在都是隔离酒店啊 如何判断它是隔离酒店呢 你看它这里都有这个网的 对吧 这家应该是正常营业的 吃羊肉的 烤全羊 然后前面一些酒店啊 基本上面就是隔离酒店了 有可能有看我视频的网友啊 到这边来那个隔离过的啊 他这个 这个班车啊 这个班车有可能就是 把这个病人啊 送到这里来 然后在这边 住上一段时间 对吧 好了之后 然后就再回去 很简单明了的啊 这个 是不是隔离酒店 一看就能看出来的 比方说这个特兴大酒店 对吧 旁边一些箱子里面还有一些 医用的这个东西 哎我问一下你们这个酒店是隔离酒店吗 对啊干嘛呢 哦 拍什么东西了 我看一下啊 拍什么东西啊 这个拍又没影响的 好了 谢谢啊 哦 所以我知道就是说 这个三江岗这边 为什么就不热闹了 哦 因为它那个 有些去 它变成隔离酒店 然后这样的话 嗯 游客的话就少了 对吧 啊 啊 啊